三年多就开始准备早餐 主要消费存抵的话就是上班的人 这停了一个星期 养了之后我们好准了的话正常了 就营业了 我在这一块卖了差不多也有十年了吧 都那段时间关了二十多天 两个礼拜是没人 人特别少 昨天还可以 昨天感觉人都稍微多了一点点 鸭豆瓶好嘞 烙饼哈 您好 老在亏着钱呢 后来想到这难过总久会过去的呗 再坚持一下呗 平那一段时间又好过点了 从昨天开始 客流量的话回升了百分之六七十人 好 那个你等了 想看水没开的 好 那个啊 累都不可怕 但关键的话就是人有生意的话就有动力 人都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卖那么多年老顾客 这些顾客都挺好的 两周之前我们还没养的时候的话有个顾客 之前有一个月的话没来上班了 之后第一天来上班的话就问我们你们我准备有没有被零花请问 我说我们没有 他说我送你一服吧 我非常感谢 当时这块也感觉到 也感动他 很温暖的 还挺喜欢这个城市的 我复工一礼半了 上周一开始复工的 现在街上人比那几天人多着多了 那几天就是送外卖的又不去快递的 感觉人特别多了 之前地铁上都没什么人 反正你氛围就会感觉到不一样了 和以前不一样 人是需要烟火器的 有些肉就从家里面带着饭 但是住的比较远 带过来 吃饭又比较凉了 挺高兴的 还能吃到原来那个味道早餐 有个生活上更多的话 就是计划明年的旅游吧 企业的话有稳定的利润 然后我们的话也能有一个 稳定的工作 希望2023年经济发展越来越好 把工作做好 把生活每天都过好 工作一些税率就行了 大家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有个好的身体